現在我們把時間留給大家 這個是不太情願的 不問你們問吧 那我們就請第一題 台視秉一 總統你好 我是台視秉一 跟您請教一下這一次呢 我們在洛杉磯來跟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來會晤 那麼世界各國的媒體相當關注 那總統你怎麼看說 這一次算是在過境外交當中 或是台美關係當中一大的突破嗎 另外怎麼看說中國也在之前不斷的嗆瞎 那怎麼看說會擔心之後 因為你跟麥卡錫會晤之後 在外交上或軍事上突然有一些行動 那是不是突破 這是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讀 但我來看總統過境都行之有年 那在過境的時候我們跟朋友之間也會有做一些交流 那這一次呢我們也一樣運用過境的機會 我們跟在美國的朋友相互表達關心 同時對相互關切的議題呢 我們也有實質共同的機會 那我覺得這是滿好的一個過程 下一題 貴香姐 總統 總統你好 我是總統 記者溫貴香 總統我想延續剛剛秉儀的問題 就是說傳說因為不滿菜賣會 中國宣稱要在台海周邊水域進行登檢的這項行動 形同就是把國際海域內海化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總統 你認不認為這是對現狀的公然的破壞跟改變 那如果是總統你怎麼看 政府要怎麼因應 還有我們未來是不是有相關的措施來抑制這樣的情形再度發生 我這個題目好長喔 那個我在出國的這段期間 我們的國安團隊都保持關切 而且都密切的關注這個情勢 那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務必能夠確保我們海上的船隻能夠安全的航行 也防止中國在我們領海上進行干擾的行為 好 下一題 東森秀敦 你好 我是東森秀敦 要延續上面兩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以前很關心說這一次您的這個突破的過境訪問 但是就是中共軍演 因為上次譬如我襲來就是有中共軍演的一個情況 那會不會擔心說這一次如果萬一說 就是中共反應可能跟上次一樣那麼這邊因應對策 那另外也傳出說這一次跟這個麥卡錫這個議長 在家族見面是您跟他這個所謂的溝通建議之後的一個情況 那可不可以跟外界說一下說 當初溝通建議為什麼會這樣考量 謝謝 事實上能夠見面都是好事啦 那我們因為這一次要過進美國 我們覺得能夠早一點見面交換意見 因為現在在國會裡面有好幾個關於台灣的法案在進行討論 那國會議員有機會跟我們一起討論這些法案交換意見 那我覺得覺得都蠻好的 那所以我們在加州在這個時候見面我覺得是蠻好的 好下一題民視 總統你好民視蔡平華提問喔 那先恭喜總統出訪順利 不過我們還是要問跟剛剛比較相關的議題 你們是不是都那個計畫好了 對因為總統沒有答很多所以我們要繼續問 就是關… 我要講很多你們也要上風機了來不及了 可以來得及國內很多人 對 好總統因為您應該有看到相關的外媒報導 就是關於昨天您和麥卡錫的會面 那外媒其實的評論蠻正面的 包括說這是台美關係的高峰或者說是台灣形象的高峰 不知道總統是不是也是這樣子看 那因為這一趟外界形容說您是刻意低調有嗎 然後呢因為中國在這段時間內它的嗆聲不斷嘛 包括說它要捍衛主權跟領土完整 是不是在你們規劃活動的過程中 這一些嗆聲也造成了一定的干擾 謝謝 我覺得我們在規劃行程的時候 最主要的還是以我們在整個行程 我們所要達到的目標來做我們的規劃 那過境這件事是行之有年的事情 那我們利用過境跟美國的朋友見面也是常有的事情 那我們能夠跟美方能夠有一個面對面溝通的機會 我覺得對兩岸關係的平穩跟區域的和平其實都有幫助 那但是我也希望中國方面也可以自我克制 不用過度的反應 下一題 TVBS 總統您好我是TVBS做橫 想跟您請教一下 因為您說這個現在是台美關係可能是最好的一個時刻 那未來您即將要卸任 那您會怎麼樣來交棒給下一任總統 那賴清德他會持續延續您的路線嗎 另外是賴清德如果他當選總統的話 您認為他還有機會超越現在您的成績嗎 這個問題有點超越時空 我們在這裡對國內的選舉跟政治 我們就不做多的評論 那我希望就是說我以現任總統 所主導的外交的政策 對台灣是最好的政策 我也相信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所以台灣是最好的 那未來不論是哪一個黨的候選人當選總統 那我也希望他能夠以確保台灣最好的利益 最佳的利益來形索外交政策 而我覺得我現在做的應該是對台灣是最好的 那也希望未來的總統都可以能夠延續 能夠加以考慮 下一題 中時 總統您好我是中國時報記者崔慈提 您在被理事的時候曾經開過一場的那個視訊的國安會議 那這幾天有沒有在因應中共的那個相關的作為 再開一些其他的相關的那個視訊會議 還有就是昨天麥卡錫和那個就是都有提到說 要加速我們的軍事採購 那是不是您在菜賣會議裡頭 是不是有提一些具體的項目 所以他們才會有具體的回應 我們國安團隊就整體的情勢都有進行掌握 那來確保整個行程的過程能夠順暢 那台海的情勢可以穩定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持續的進行的工作 那前幾天的視訊是他們對我進行簡報 那這幾天他們每天都有用他們的方式來跟我報告最新的形勢 那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加速軍事採購 這個可能是英文翻譯上面的一個差別 我們確實跟美方有一些軍事採購 那我們也希望這些軍事採購可以如期的交貨 這是我們的重點 下一題 因為我們有軍購的當然有具體的項目嘛 那就是就這些我們購買的這些項目 我們希望能夠如期的交貨 下一題 易甸師 總統你好 我是易甸師的記者陳怨婷 想要請教 雖然剛剛總統有提到說 不希望可以在這裡談國內政治 但還是想要延續跟 剛才提台記者有問到關於這個 因為這一次這個總統 其實您在菜邁會上的這個發表談話 其實在國際上是大家都給予非常正面的評價 那在這方面當然也會有外界的關心說 往後賴副總統是否就會延續這樣的兩岸基調 想要請教一下總統 謝謝 這個問題我剛剛已經回答了 我現在執行的這個外交政策 跟我們所有的相關的政策 就是以一個總統對台灣的最佳利益考量 來尋溯的一個政策 那我也希望未來的總統 不論是哪一黨的總統 都能夠延續這樣的一個決策的模式 好 下一題 聯合 總統好 我是聯合報采薇 我想問一下就是昨天有美國的眾議員 就是有提到說好像你們在會談的時候 有提到中國的認知作戰 然後想問一下總統 對談的情況跟氣氛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想問一下 你們在對談的時候有提到半導體嗎 以上 這個認知作戰這件事情 其實在不只是 其實在我們在過去跟很多國際來台灣訪問的朋友 大家都會提到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確實是國際上所關心的議題 所以在昨天的會談 難免有一些議員會提到 但是我們並沒有花很多時間在這個議題上面 因為我們有很多現在國會正在討論的這些 相關於台灣的這些法案 那這一些問題交換的意見的時間比較長 下一題 好 謝謝 我是日本趙日新聞的總統您好 我的問題是有關所謂的移美論 台灣國內的移美論 然後第一對於移美論總統怎麼看 第二對於移美論 就是總統的反美有沒有起作用打消掉 第三以後總統認為怎麼打消 或者是有什麼努力要需要繼續做 打消移美論 好 謝謝 我所謂的移美論有些是刻意的 那解讀情勢 那有一些是因為對有一些事情 資訊不足或認識有所不足 所產生的一個疑問 那但是就這一趟的行程 不論是我到我們友邦的這個訪問 或者是過境 在這個過程當中 美方所提供的這個協助 還有我們昨天 以及在過去的很長時間 跟美國的國會的議員的互動 都強烈的感受到他們對台灣的支持 那尤其是在昨天 麥克希這個眾議院的議長 跟好幾位國會的議員 共同出席來討論我們相互關切的議題 我相信應該對國際社會來講 尤其對我們在台灣的人民來講 都是一個蠻清楚的訊息 下一題 Now News 想請教一下 總統怎麼看馬英九說 一個中國的定義 就是兩岸都是我們中華民國 都是中國 那還有想請教一下 就是總統這一次在美國過境的時候 有跟家人會面 那心情如何 因為有些家人很久沒有見到面了 你把馬英九的問題跟我的家人 沒關係 我還是回答你 但是家人的問題比較輕鬆 我先回答你 我是好幾年沒看到我的哥哥姐姐了 那主要還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人看到他們是有點激動 那不過因為行程很忙 沒有辦法跟他們坐下來好好談一談 也希望他們能夠撥時間回台灣走走看看 那同樣的道理 在我們美國僑界有很多的 我們台灣的鄉親 那疫情過後 那是不是也找個機會回家看一看 跟家人朋友能夠見面 另外就是馬英九前總統講的這個論述 我想我們現在已經是2023年了 他這個論述應該是在1970年代所的論述了 所以這個講法是有跟現在的環境是有一些差距 但是我們以現在的情境來看 這樣有一個非常清楚的事實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個兩岸互不隸屬 這個是一個很清楚的事實 那我們在處理兩岸的關係的最高的目標 就是第一個要確保台灣人民自由民主的生活關係 也要確保台灣人民的人權 第二個我們也希望就是說能夠盡其所能的來維持兩岸的和平穩定 謝謝 謝謝 下一題 金融時報 謝謝 我是英國金融時報的習嘉年 總統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這一次很多 就是說外國媒體現在已經有一些分析是說 看起來這一次的這個針對中國可能過度反應的這個風險控管做得不錯 那不知道總統有沒有也這樣認為還是你覺得這個未來還會有一些變數 另外就是針對這種風險控管到底你們主要的或者就是你們的一些考量 除了台灣安全之外是不是也是包含選舉考量 因為這個會影響台灣的選舉嘛 可不可以對這個也說明一下 我們在規劃任何的總統出訪的行程都會做一個全面性的評估 包括國安層面的評估都會在我們的考量範圍 那選舉跟政治其實都不是我們主要的考量 畢竟是總統出訪 他著眼的還是國家的重要的目標的達成 所以在這一次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去做了蠻詳盡的國安議題的檢查 那也對於整體的情勢也做了一定程度的預判 所以我們也希望就是說在這一次的出訪可以順利之餘 那也對於這種國安的情勢呢 我們也都有做全盤的掌握 來確保我們行程的順利 下一題 楊廣 總統你好 楊廣 欧阳孟平 我想請問是外交方面的就是包括之前的宏多拉茲 就是這幾年有一些友邦陸續跟我們的斷交 那同樣的就是有其他非友邦的所謂的民主夥伴 也跟我們建立起非官方或是半官方的關係 那您認為在台灣現在這個特殊的處境下 未來是不是有可能以這種實質的外交能力來取代過去的所謂法治的這個外交關係 那就像您昨晚在這個喬宴說的要讓台灣走出自己的路 要如何讓台灣走出自己的路 我想跟各國實質的交往跟實質的關係的建立很重要 不過跟友邦維持外交關係也是一樣的重要 所以我們的外交團隊我們的國安團隊都還是要齊頭並頸 這兩個方面我們都要持續的去努力它 那我們也希望在跟我們的國際的朋友的互動當中 讓他們了解我們所處的情勢 以及我們穩定的處理所有的相關的兩岸或者是國際事務 都可以得到我們國際朋友的支持 那三立 總統你好 三立新聞記者有任何提問 像延續剛剛的話題 因為這一次出訪瓜地馬拉的時候 您剛剛提到說賈麥黛總統挺台灣的力道 讓你印象深刻啦 不過這邊也有人外媒提到說 就是台灣下一個比較危險的邦交國 可能就是瓜地馬拉或是巴拉圭 總統你自己怎麼看待 那您跟這個美國議員會談的時候 有沒有提到說希望美方可以在持續 對於台灣外交上面的一個加強支持 或是有相關法案的一個提出嗎 謝謝 這一次倒是沒有特別跟美方在會議中 有提到我們邦交國的事情 不過我相信美國一向的態度 都是支持我們跟邦交國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對於邦交國的情勢 我們也都有密切的注意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我們的邦交國 跟我們之間的關係可以能夠更緊密 那我們之間秉持價值跟相互之間扶持的精神 持續我們的邦交關係 謝謝 那我們今天時間有限 我們最後一題我們請進電視好不好 總統你好我是進電視安琪 那我想要先延續一下剛剛前面有關於那個 您剛說這個馬前總統到中國去講的那個論述 麥卡錫稱您都是蔡總統 那他是前總統的身份 你是現任總統的身份 您對於這個先生跟總統這樣的稱謂 是不是覺得有一點不是這麼恰當 那再來就是第二題就是 不好意思我要把馬總統跟蕭大使放在一起 就是您這趟來美國大家都說是台美關係最好的時候 那其實都是蕭大使在美國替台灣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那也因為這樣子呢 其實我們這幾次看到僑胞宴上 很多僑胞對蕭大使的評價非常的好 所以他現在就被點名可能是下一屆的這個熱門的副總統人選 那您作為好像他這個很好的朋友 你對於他這個下一步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勸進或是看法 如果可以的話你可以把麥克風也給他打一下嗎 唉你講了那麼長你重點還是最後那一句問的嘛是不是 唉呀我們就不用為難他了啦 我們這裡不要談國內的政治 不過我們跟美方的關係 確實是一代又一代的外交官大家共同努力的 那尤其而且在美方方面呢 他們的相關部門的同仁對我們的協助也非常的多 所以在這裡我要謝謝我們AIT的新任主席Rosenberg 對我們這一次的協助 那麼之前他的工作的 他的工作也是跟台灣相關的 也對我們提出了非常多的協助 那當然這我們也不可否認美琴是一個接觸的外交官 那我們是不是給他們兩位女生拍手謝謝他們 謝謝他們 他們連穿衣服都好像是相互配合過的 所以各位媒體朋友 這個剛才那個應該是最後一個問題了嘛 我知道你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是不是我們今天的就到這裡 那最後呢我還是要謝謝各位陪我走這一趟 走了好幾個地方 也經歷了很多事情 那謝謝各位的一路相隨一路相陪謝謝 謝謝謝謝總統 海黃鮑魚干貝XO醬 他是長時間的細火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鮮味供染到一爐進去 裡面的蛋白質啊 他是雞肉牛肉蝦的三倍之多 營養來源更加的豐富 推薦給大家 記得要輸入CTI567 CTI我辣7